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洛杉矶 华人资讯网的记者在1月31日的报道 在1月30日的凌晨的时候 位于东区钻石巴Garden Spring Drive 还有Lemon Avenue的交叉路口的商场 发生了一个大型的盗窃的案件 有多家的商铺都被砸破了大门 犯罪团伙入室行窃 那根据知情者的透露 这个商场内有多达7家的商家 受到了伤害 其中就包括了多个华人的商铺 那么案发以后 一位受害的商家就找到了社区治案 人人有佐组织 也就是TACF组织 向这个协会提供了监控录像 还有案件的详情 也请相关的人员协助报案 那么知情者就透露 犯罪团伙有多达6个嫌疑人 商场内连续一排的商家都被砸了 其中包括了华人的税务所 华人的饮品店 或者是中餐厅等等 从TACF提供的监控录像当中 可以看到在1月30日的凌晨1点中 三个嫌疑人来到了商家的门口 他们全部都穿着套头衫 戴着帽子 手持工具 用力砸向了玻璃大门 随着巨大的响声 玻璃碎了一地 小偷破门而入 进店四处翻招 其中的一个小偷就一直在找收银台的那个地方 开始搜刮一些抽屉里的财物 一分钟以后店内警铃就响了 然而窃贼还并不害怕继续的作案 一个黑衣男子 抄起手里的锤子 就开始用力地砸向这个收银台上的 在带锁的抽屉 企图将他给撬开 但是并没有得逞 最后三个小偷就是夺门逃走了 整个的作案的过程 大概就在一分钟左右 而在此期间 门口不断地跑过了几个穿套头衫的人 那疑似就是他们的同伙 是在隔壁的其他的店铺在作案的 那记者也是在31日的上午 来到了位于20627 Garden Spring Drive的案发商场 看到了有工人还在维修着店铺的大门 连续几家被砸的商家都暂时地换了木头门来应急 目前也都恢复了正常的营业 那记者也看到有一整排的受害商家 包括了其他的一些商铺 比如说韩国的诊所 华人的税务所 饮料店 中餐厅 韩国料理店等等 而整个的这个商场 一共是有20多个的商家 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和韩国人所经营的 一位韩国的受害业主 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的时候 他就说到 说他现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很怕说店铭 因为很害怕下次他就又成为小偷的目标了 那他也坦言说 这是他在这个地方经营三年的时间以来 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盗窃案 那去年这也发生过两次的入室盗窃 都是单家的商铺被盗 而今年这次已经是连续7家被盗了 是令人非常震惊而且难以相信的 那韩国业主就说放在收银台的几百块的现金 那被偷了 而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客人吃饭都是刷卡 所以说收银台现金并不多 小偷也没有偷走店内的其他的设备 此外他损失最大呢 其实就是这个玻璃门的维修费 一扇玻璃门的价格大概是在1000到1200美元 由于并没有达到保险的赔付额 那就只能够自费的更换了 同时他也强调正在来计划给店铺安装这个防盗的铁门 他就说他对面的商铺自从安装了防盗的铁门以后 就再也没有被砸过 看来他也是不得不考虑一下这么做了 那记者也是试图联系了另外的几家华人的受害商家 他们都表示不便接受采访 对此TACF的发言人就对此表示 感谢受害业主愿意分享整个的案件经过 并且站出来发声 他也呼吁商家要积极的报案 提供更多的消息给到警方 协助警察早日破案 为了整个社区请勇敢站出来发声 如果大家都不发声 那么警察永远无法破案 现在治安状况很不好 更迫切的需要警民合作和警民同心 如果受害者有需要的帮助 可以联系TACF来协助报警 同时受害的业主也是直言 如今是风日下 小偷无法无天 竟敢在同一个商场连杂期间的店铺 实在是令人愤怒 他也透过TACF呼吁所有的商家 下班以后不要留任何的财物在店中 最好是店里面装设这个警报的装置和警铃 至少是可以将歹徒吓走的 那记者呢在1月31日的中午 也是联系到了洛杉矶县警察局 核桃钻石八分局 警方表示已经去现场做了记录和调查 但是案件的报告还并没有出来 预计将在2月1日会有报告 记者也将会继续的对此案进行跟进 好我们现在来调整世界